好 請看一下槓桿原理 第一個 我們介紹什麼是槓桿原理 不是利矩 好 利矩等於什麼東西 等於利層也利弊 好 旁邊寫陽區 什麼是利弊你知道嗎 利弊就是 支點 寫陽區 支點 到利的方向 的垂直距離 就稱為利弊 舉個例子 好 一般來講這個考試都是考這樣子 但是有時候常常出現一些例外的狀況 比如說一般情形長這個樣子的 譬如說這是一個桿子 然後呢 現在畫上的一個要指的是支點 好 那如果我又畫下來垂直的話 假設這是我出的利 這個是物體 W 是物體的重量 好 利跟物體 這個有沒有垂直 有 那我們講過了嘛 什麼叫利弊 就是支點到這個利的方向的 這個利的方向沒有 就是他的方向嗎 的垂直距離 那不是這一段 所以這個L就是我的什麼東西啊 就是我的利弊 對不對 這你們都會嘛 因為我們一般的考試都這樣考的嘛 就是一定畫90度了對不對 可是問題啊 有些題目他不是這樣畫 他是畫成這樣子 好 請問你喔 如果我的利是輸在這邊F的話 請問你我的利弊是哪一段 利弊 你就必須怎麼做你知道嗎 你必須要把那個利的方向這邊 你先把它無限延長 然後延長完之後呢 過支點畫一個什麼 垂直的線 所以注意看喔 這一段這個L啊 才是我的什麼東西啊 才是我的利弊喔 聽懂嗎 所以我再講一次喔 利弊很重要 利弊那個因為考試有時候 他常常會給你一些 特殊的那種狀況 所以你要記出那個 他的定義就是什麼 利弊就是 支點到利的方向的垂直距離 垂直距離 垂直距離 就稱為利弊 所以我這樣畫 應該可以聽懂喔 好 第三種情形 這個可能你要稍微記憶一下 對 如果外題目是要畫門怎麼辦 如果要畫這樣子 呃 畫畫來比較好 畫這樣子好了 畫來比較好 這樣子 我畫這樣子好了 我的利是往這邊出利的 那你告訴我 哪裡是他的那個利弊 做法一樣喔 你必須要怎樣子 你知道嗎 你必須要這個A股怎麼辦 無限延長 然後延長完以後咧 通過支點 畫什麼 垂直的 所以這個才是我的利弊 那你可以知道那個 這是經驗資產 你可以知道 如果突破這種很奇怪的啊 我告訴你 這個角度啊 一定是個特殊角 所謂特殊角的角度 你可能幾度 你知道嗎 可能是30 60 還有 45度 因為如果是45度 它就會變成什麼三角形 變成一個等腰直的三角形 就會變成那種 1比1比更號2 那如果是30或60的話呢 一定就是這種 30、60、90 一定是2比1比更號3 不管是國中或是高中 其實都是用這種特殊角 比較多 不然你還講實在話 我光給你一個長度 你怎麼可能知道這個力量多少 對不對 比如說我告訴你 我舉個例子 這裡來 10公分 請問你這個力量多少 誰知道 可是如果你告訴我說 我這個答案是30度的話 這個馬上出來了嘛 因為肯定是用2比1 所以這個聽費可能5公分了 或者題目它可能不是給你30度 它想很整 它給你150度 意思是一樣的 聽懂嗎 會啦 那當然有可能給你60度 如果60度的話 就是2比更號3 它就變成多少 就變成5更號3 聽懂嗎 然後如果要給我45度呢 那就是1比1比更號2 所以它就變成5更號2 這樣怎麼辦 所以它一定給你的角度 應該是個特殊角 不會給你那種 很奇怪的什麼43度 誰知道43度是多少 這樣懂嗎 OK 所以想小心一點 第一個 概概原理裡面 你要會的東西其實就是利弊 那當然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當我的利弊越大 代表什麼意思 我可以怎樣 越省利 我利弊越小呢 我就會越費力 這是一個簡單的邏輯 把它記下來 會啦 OK 好接下來 我們介紹的是那個轉動平衡 其實講轉動平衡之前 應該講另外一個東西 但是我就先講一下好了 不要再補充給它好了 好 什麼是轉動平衡呢 轉動平衡的意思是說 當轉動達到平衡的時候呢 代表什麼意思 不會轉動 就是它是停下來 就是它不會轉動 但是它還有可能移動喔 聽懂嗎 那什麼轉動平衡 就是當物體的順時針利矩 等於逆時針利矩的時候呢 代表物體會達到轉動平衡 那這個意思呢 其實簡單的講就是 和利矩為理 有些版本的人講 就是說 和利矩 和利矩只是 它只是說順時針利矩 加它利矩的利矩 會等於 那也就是說利矩有沒有方向性 有 但是它的方向性不是向左跟向右 而是順時針跟逆時針 那什麼是順時針跟逆時針 我們舉個例子 好以這個圖來看 好 我如果這裡寫的是F1 這裡寫的是F2 好 然後這裡寫的是L1 L2 好 第一個 誰是順時針利矩 你知道嗎 哪個部分 好 很簡單 你以這個容器啊 這個支點有沒有 當成那個是一個時鐘的中心點 然後這個F1不是往下嗎 它不是這樣子繞 有沒有 它往下嘛 就繞過去 所以很明顯它是一個什麼 順時針 所以我知道F1乘上L1 就是我的什麼 順時針利矩 會啦 好 那以此類推 F2跟L2呢 很明顯它是這樣繞過去對不對 它是一個逆時針 所以我知道F2乘以L2 就是我的逆時針利矩 那當然啦 我們如果假設順時針是正的話 再把逆時針就應該變成 副等 所以相加應該等於L 當然如果你不要相加等於L 你就直接說 老師我就直接就是 不管正負就是兩相等 你這樣想也可以 但是通常我們會告訴你說 因為要考慮到方向性嘛 那我們要用數字表達 或是用符號表達方向性的話 只有正負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們假設說 如果順時針是正的話 那意思針就是副等 這樣子 聽懂了齁 那這種題目還算簡單版的 因為題目很窄 它會這樣畫 它支點不是放中間 它放這裡 那如果一個往這邊 一個往這邊 那怎麼辦 好 如果這是W 這是F1 然後呢這裡是L1 然後這一段呢是L2 好 如果我告訴你說 它達到轉動平衡 它叫什麼意思 一樣 順時針的也逆時針嘛 對不對 好請問你 W跟F1誰是順時針 W 因為F1是這樣子繞 它是這樣繞的 它是逆時針的 W是這樣往下這樣繞的 我要繞誰 跟著這個什麼 支點繞的喔 所以我說W是順時針的部分 F1指的是逆時針的部分 會啦齁 那順時針會怎麼出來 就是一樣 力乘以力力 所以就是W乘上L1 會等於這個 那個逆時針部分 就是F1乘上L2 兩個應該相等 或者說兩個相加等於0 這樣想也可以 好 只是你的相等於的話 一定是有正有負的 那以這題目來看的話 以這個像畫這個圖來看的話 它的狀況是什麼情形 知道嗎 是省力的 為什麼 因為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L2比L1還要長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那個講義裡面 其實講到一件事情是說 如果是物體板中間的話 物體板之間的話 我一定肯定是省力 這個可以把我順便寫下去 這是省力的狀況 原因就是因為 我的力力比較長 如果物體板在這個中間的話 不是支點板中間 那反過來講 如果我是 那個出力是板中間呢 那就是肺力 可是肺力的話好多是什麼 省濕 這樣子 會啦齁 OK 好 這個你把它寫上去